要開路 特艙隊人員將繩子拋下懸崖 拉緊後沿著陡峭的山壁一步一步向下爬 沒有安全設施 救難隊就這樣冒險在落石隊上穿梭 好不容易終於有了行進展 這裡味道很重 上也很多隻 有有有 哇 這邊在崩壁旁邊 這個開挖難度非常高 花蓮強震搜救行動來到第九天 特艙隊一早就挺進中和礦場 由上往下搜尋要找出失聯的消息員工 根據傳出的氣味還有苍蝇環繞 研判遺體可能深埋在岩石下 由於地勢太過險峻 就能有人規劃使用重型機具 從旁邊的山壁開挖 今日礦區搜救進度 由第二個平臺往第四個平臺推進 約末450公尺 那離目的地第五平臺還有約末600公尺 除了中和礦區 沙卡當步道的救援行動也在持續進行中 帶著搜救犬 特搜隊人人徒手在落石堆上爬上爬下 用手電筒仔細檢查石頭間的每個縫隙 因爲新加坡夫妻3號在附近失聯後至今下落不明 家屬8號也搭飛機趕來台灣 留守花蓮 苦苦等待情人的消息 地震發生後9天 還有三名失聯者尚未尋貨 特搜隊持續努力搜救 要讓他們盡快回到家人身邊 今次有這種報道